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 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他们善未求告 我就应应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 这一切都不伤害人 不伤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求主你今天早晨你就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恩赵是有何等的指望 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存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和荣耀 主啊 当我们盼望这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 主啊 你借着这段时间里面 你给我们一起的来思考这弥赛亚国度里面的特征 求主你给孩子口中有当讲的每一句话 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也来亲自做教导的工作 说 引导我们众人的思想进入你自己的真理里面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 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上个礼拜讲完这个弥赛亚国度的特征一 就上半段 我们要看了三个的这个特征 我们如果你要记得 在上个礼拜 我们也特别讲到有哪些人会进入这个弥赛亚国度 有哪三种人 然后呢 我们从一个高度来看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弥赛亚国度的特征 今天要把来看下面的 其他的三个特征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跟上个礼拜的能够来整合在一起 我们快快的温习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看的三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 就是大君王的之都 我们知道一个国一定要一个王 这个国就是弥赛亚国度 也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国的降临 所以这个国要降临在地上 而基督要成为这个望王之王 而他自己要坐在大魏的宝座上 我们上个礼拜从六十五章 六十五章 比赛亚书十八节那里开始 我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所以焦点放在全宇宙的中心 也就是全球的最高点的地方 就是万民要留归这个山 而这个山要超越万灵 所以那个时候基督耶稣要在那里 掌完全居首位 因为基督的管理 我们也看见有喜乐和赞美 我们知道那时候我们在从十九节 看到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 和哀好的声音 今天在耶路撒冷那个哭墙 再也没有了 而整个城是 那个时候是成为一些被爱的人的安慰 因为赐华官和给这个西安悲哀的人 来代替他们的灰尘 喜乐游会代替他们的悲哀 赞美医会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成为公益树 是耶和华所在的 叫他得荣耀 然后上个礼拜我们最后 有讲关于这个健康和禅寿 就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节 我们所看的 其中没有数日要亡的婴孩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死的乃算孩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还算咒诅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那个时候整个的环境 整个地球要被更新 我们可以说回到当时 主长时代人的年龄很长 人将会没有疾病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全地是被更新的 人的年岁要像数目一样 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 这弥赛亚国度的特征 这三个特征 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 这个弥赛亚国度的下 特征的下 以下的三个特征 上个星期我们用了三节经文 讲这三件事 今天会比较多的经文 会是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从21节开始到整章的结束 会讲到另外的三个特征 另外三个特征将会 第一在21节 22节到23节 三节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见这个社会的转化 他说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盐 是其中的国子 他们建造的 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 别人不得知 因为我民的日子 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劳碌 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 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 也不遭灾害 因为都是蒙耶和华 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 也是如此 等一下我们会来看 这个社会的转化的整个的细节 我们第二要看这个属灵的转化 这个属灵的转化 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祷告 不是马上就应验 有时候还要等一段时间 可是在那时候 耶路撒冷 我们的大军王已经在那里了 我们可以跟他面对面 天跟地完全对齐的时候 他说他们三位求告 我就应应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随听 然后最后一个特征 是讲到生物的转化 就是在最后的一节 二十五节 他说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焦点放在社会的转化 属灵的转化 跟生物的转化 这三方面的特征 我们来进入看这个细节的时候 会我利用了这个三角形 中的三角形 从先知性 济世性 君丸性 三个角度 来看每个课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会带来我们一个思想的一个引爆点 从一个片面的这些的 这些的这边一点那边一点 这些的 这些的 资讯呢 我们如何把它并成一个概念 所以社会的转化 这三节经文里面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先知性的 社会的正义 The social justice 我相信我们今天 注重这个社会 工作的人 对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课题 我们知道今天 在社会中 没有完全的正义 而有很多人 正在为这个社会的正义 而来征战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再也不需要 在这个弥赛亚国度降临 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基督要做王 个人一定会享有 同等的智慧 那个时候会过太民安 然后资源是丰富的 所以刚才我们在二十一节 所读到的就是说 你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赐其中的果子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你自己所建造的房屋 不一定是你自己可以住的 可能会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 当缺乏正义的时候 就有许多的抢夺 特别是这个腐败的巴比伦的系统里面 强者 欺负这些的弱者 所以是弱肉强食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看不见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公义 可是圣经允许我们 将来弥赛亚国度降临在地上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公义将会被恢复 因为基督要在那里要做王一千年 在以赛亚书30章23节 讲到他 你将种子撒在地里 主必降与在其上 并使他 使地处所处的粮肥美丰盛 到那个时候的深处 必在宽阔的草 常吃草 这有点使我想起 我现在在新西兰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片 是一个丰盛的字眼中间 所以有人说 如果将来 清西兰应该不怕没有东西好吃 我们在这个农业是丰富的 可是我们知道 在一个社会里面 是需要有很好的交流 要有这个贸易等等 整个市场才会丰盛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基督做王的时候 我们知道全地要恢复那种的丰盛 以赛亚书32章15节到18节 他也说 以赛亚说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 旷野就要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我们知道 我们上次有讲过 春雨会比秋雨更加的丰盛 末后的雨会比前面的雨还要丰盛 我们知道 这个秋雨就是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 而这个末雨或是春雨 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在还没有收割之前 那个大雨 他要带来一个全地的一个更新 他说那时 公平要居在旷野 公义要居住在肥田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 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 直到永远 他说我的百姓 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安稳的住处 平静的安泄所 所以圣经 我们在读就业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很难把这个新天新地 跟这个弥赛亚国度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重叠 因为先知是从演出观看的时候 我们上一课有讲过 弥赛亚国度还要解解的 就是死的问题 因为人还会老 罪还没有完全得到完全解解 我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讲 为什么千禧年在地上的必须要 为什么在启示录 有清楚的这一方面的教导 而且在新知书里面 也出现了很多这一些 关于千禧年里面的这些的特征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八节说 耶和华指着我自己的右手 和大人的绑壁 启示说 我必不再将你的五骨 给你的抽屉做食物 外邦人也不再和你劳碌 得来的星球 唯有那收割要吃的 并赞美耶和华 那祭简的都要在我圣所的愿内喝 然后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说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生焉 给寡妇便去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神给以色列的御法这些 他们完全都没有遵守 所以 我们在看弥赛亚国度 为什么 上帝要把他们在万国泡来泡去 到末后 才会把他们寄起回来 都是因为 他们 没有遵行上帝给的律法 给他们说 你们要 不可以欺压 那一些软弱的 你要给孤儿生焉 要给寡妇 辩护 可是呢 他们没有 生命纪十六章二十节 他说 你们要追求公义 执公执义 好叫你存活 承受耶和华 神所赐你的地 诗篇也同样的 来这作诗人 告诉以色列人说 因为耶和华的源于政治 凡他所做的 进度城市 他喜爱 仁义公平 偏地 满了 耶和华的慈爱 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 圣经这作 神的律法 告诉了以色列人 一个真正的 一个神 实业的社会 是这样的 而结果 他们完全 悖念了上帝的律法 所以呢 在这弥赛亚国 降临的时候 就完全 应应 这个 这个 Utopia 这个乐园 在地上 接下来 我们看完 社会公正以后 我们要看 社会的责任 那就是 公正的财富的分配 守劳碌得来的 必 长久享用 刚才 我们所读的 那几节经文在 以色列书65章21节到23节 特别是在22节那里 他说他们建造的 别人不得基柱 他们栽种的 别人不得吃 所以呢 在这里 告诉我们 这个 那个时候 整个的 不像今天 贫富现出 有这种 社会有很多 不公平的 阶级 而带来的 这些的 不公平 所以 我们今天 看了这个社会 的责任上 因为有很多人 把 因着贪 而 而 寄居了 自己的财宝 而是那一些 很多人 穷的人 就穷得要死 而且今天 如果你看 全世界 超过 十亿的人口 十多亿的人口 都没有饭吃 二十人 不知 每一天 有多少人 所以 圣经 的教导 这样 接着保罗的书信 也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人 要负起这个 社会的责任 每一个人 都有余 他们要有做 正经的事 有余 可以分给 切少的人 而且 保罗也特别 告诉我们 在主里的新人说 你们要立志 做安静的人 并且办自己的事 亲手做工 正如我们从前 所吩咐你们的 我们知道 在我们西方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福利很好 税很高 就是 为了来 做这种 重新财富的分配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政府 是不公平的 我们的政府 虽然 可能用意是好 可是 是多的人 所管理的 而那个时候 当基督做王的时候 他是有 绝对公正的 财富的分配 而 所劳碌得来的 他们 必 长久 享用 如果你记得 我们上一课讲了 其实我们 那个时候 我们圣徒 当然 我们不包括 这边的人了 因为 我们那时候 已经得了荣耀的身体 我们以基督 会同种在来 我们是得到荣耀的身体 而这边所讲的是 属于那时候 进入千禧年里面的 这一些的 以色列的渔民 还有这个 万国当中的绵羊 他们要进入 这个千禧年 所以是对这些人 所讲的 对他们所讲的 也跟我们今天 在我们 书信里面 保罗 跟我们所讲的东西 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基督徒 要靠着耶稣基督 他说 吩咐 欠借这些人 要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饭 这是贴上罗家后书 第三章 十二节 所讲的 而保罗 也在提摩泰 六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 那边 特别警告 在这个世上 付出的人 他说 你们在今世付出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 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实 白物 给我们 享受的神 又要 叫他们 行善 好在 在好世上付出 甘心思舌 乐意供给人 所以呢 圣经 鼓励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也是要 真的 要 好好的 行善 能够 因为在这个 不公的社会里面 我们 也能够 尽量 能够把 财富分给 那些贫穷的人 所以 在提多书 保罗也说 三章八节说 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你把 这些事 确确实实的 讲明 使那些 因信神的人 留心做 正经的事业 所以今天 西方的 整个的社会里面 因为他的 整个的系统 不完善 所以就养了 很多懒惰的人 可是圣经 注重这个社会的责任 可是他也不鼓励 养懒惰的人 环教保罗说 连如果你 懒惰 连饭 都不给你们吃 所以呢 这边给我们看见 一件事情 就像 好像传道书 讲 我们在这个 日光之下 的人的 劳碌的 虚空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在弥撒亚国度 那时候 因为天 跟地 降临 天 天国降临 在地上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说 是地上 这个 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不是属于这些 日光之下 而是日光之上 降下来的时候 就不像传道书 二章二十一节 到二十四节 那边所讲的 他说 因为有人用智慧 和知识 灵巧 所劳碌得来的 却要留给 未成劳碌的人 为分 这是虚空 也是大患 人在日光之下 劳碌内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 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 成为愁烦 连悦 坚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人莫强 如此喝 在劳碌中 享福 我看 也是出于神的手 所以你发觉 在整个 日光之下的劳碌 地上的劳碌 是消极的 是虚空的 可是将来 这个尼撒亚 国度降临的时候 人的劳碌 是有价值的 人的劳碌 并不是这种的虚空 所以我们 最后我们看见 社会的关怀 享有同等的 社会的权利 因为蒙赐福的后裔 所以在那里 我们刚才所读的 二十三节 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内说 他们必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 也不遭灾害 因为他们是蒙 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 也是如此的 换句话说 在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 整个的社会的 种坝 上帝要恢复 就好像当时 在伊甸园里面 因为 主必建国 那个地方 将以 给那一些 顺服的 而 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因为那个时候 人的后裔 后裔就是 出生的孩子 都不会说 我出生 就环境不好 所以这边也给我们一个 加强多一点 为什么要有这个 千禧年的国度 因为到那个时候 最终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丢进火壶之前 人不能说 我没有 很好的环境 而在这个时候 这个弥赛亚国度的的时候 是基督亲自 自己做王的 在地上亲自做王的 所以那个时候 人 没有好借口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 蒙福的后裔 在那里 他们 都有上帝的公义 来治理这个国度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属灵的转化 刚才 我们只有那一节的经文 就是说 他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 上帝已经 应应了他 我们知道 在弥赛亚国度 基督是亲自在当中 在耶路撒冷 做王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基督徒 讲到上帝的本性 而且的丰富 有心有体的基督 在基督里 那是从一个属灵的方面来看 可是现在呢 就是就业里面 所盼望的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偏满全地 而这个完全会 在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时候 完全会应验的 所以耶利米苏 第31章33节说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的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 自己的灵舍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 他们从最小的 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 这是耶和华 所说的 今天 承担 弥赛亚国度 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 不然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了 那个时候 认识耶和华的人 已经完全来到地上了 就好像哈巴古书教授一样 就好像充满偏地 就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在耶和华的书信里面 隐约间也在讲这些 讲关于这件事情 因为 那时候当然是讲的是圣灵 可是现在基督就在他们中间了 所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残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照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所以呢 那个时候 全地已经被耶和华的荣耀 所充满 因为天跟地 已经完全对齐了 那个时候 人还没有祷告 主就应应了 正式话的时候 他已经随听了 我们知道主祷文里面 一开始主耶稣教导 我们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 愿人尊你们的名为圣 我们天上那八父 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而这个祷告呢 是在弥赛亚国度里面 完全应验的 换句话神的国来到地上了 换句话天跟地完全顺服了 他说 你的自己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而这句话 这个祷告 事故来的告 完全已经应应了 因为那个时候 人都会专心爱主 他们要 主也会大救他们 因为他知道主的名字 主也必把他们安置在高处 所以他们 求告的时候 主一定应应的 他在激难中 主也必他们同在 他也要打救他们 使他们成为尊贵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的祷告 再也不是需要等了 因为那个时候 主就在当中 对那些人来说 主已经在当中 听他们祷告 不像今天一样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我们天上的这位大祭司 他帮助我们 我们 可是今天 那个时候 我们是可以看见他了 所以呢 那个时候 上帝 在全体 施行 他的公义的时候 每一个人 每个骄傲人 都会得到 应得的报应 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的一样 我们的祷告 有时候 我们发觉 恶人 他们的夸慎 就像诗篇 有很多自私人 叫做 到几时呢 到几时呢 你才来救我们 那时候已经不需要这样了 而我们的 他们 那时候在 弥赛亚国度里面的人 一祷告 主马上就 应应他们 就好像 以赛亚书第58章 9节说 那时你求告 耶和华必应应 你呼求 他必说 我在这里 所以呢 就像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 祷告的时候 不要像外邦人 要用许多的重复的话 我们再也不需要重复了 我们心还没想 要好还没说出来 主已经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了 他就为我们 来供应 而应应了 我们的祷告 而这也应应了 主所立的永远的约 必以他的百姓 必施恩给他百姓 永远不离开他们 所以 耶利米苏第32章 236节说 现在论到这个城 就是你们所说的 已因刀剑 饥荒瘟疫 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 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 我在怒中 愤怒和恼恨之中 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 日后 我必将他们 召集出来 他回来到这个地方 使他们安然居住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 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的子孙 永远得福了 又要以他们立永远的约 必随着施恩 并不离开他们 却使他们却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们 所以这个上次我也讲过 然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 因为他们的背面 上帝把他们抛在万国 抛来抛去 可是在弥赫在弥赫亚国度里 把他们积极起来 他们因为上帝 为他们所立的约 是永远不落空的 上帝要遵守 他的约 直到永远 而主也必欢喜施恩给他们 他们也要尽心尽意的来爱主 这就是当耶和华做全帝的王的时候 那日耶和华必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那时候全帝都要来敬拜 耶和华神我们的上帝 然后我们知道 最后来讲这个生物的转化的时候 生物的转化的全帝都要更新 恢复 好像人在还没有堕落前的伊甸园 一样的美丽和和谐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三节说 耶和华已经安慰了西安 和西安一切的欢场 使旷野向伊甸园 使沙漠向耶和华的圆 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 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他说我的百姓要向我留心 我的国民要向我彻尔 因为顺回必从我而出 我必坚定我的功力为万民之光 我的功命要临近 我的救恩要发出 我的绑壁要圣盘万民 海岛要等候我 依靠我的绑壁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这整段里面 讲到那个时候 整个的都要被更新 因为上帝要更新整个的权力 就好像回到那种伊甸园一样 所以你发现整个的 弥赛亚国度的特征里面 多出的先知的经文里面 都描写到人的岁数会像 我们的这个猎主 就是亚当那个组长时代 那个时候的年龄 都是900多岁 800多岁 所以我们相信在千禧年 人都会有一千岁 那个时候是 有些人如果没犯罪 都是没有死亡的 然后最后我们也看到 整个的动物界也被更新了 像回到伊甸园的情景一样 伊甸园你发现 那个时候人只是吃 伊甸园里面的水果 那时候人还没有肉食 就好像伊赛亚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 讲的一样 他说 豺狼必以羊羔同事 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 当神把这个动物 在伊甸园里面 把它带到亚当的面前 给他们命名的时候 你想那个时候 狮子是不去捕猎的 那只要说 这一切都不伤人的不害物 那是耶和华所说的 在伊甸园第十一章 那里整段里面 也讲到这个情形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 我们西医 我们读西医的时候 所用的那一节经文 在第二节那里 三重的这个恩高 高末下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相信 那个时候 是神整个高末 来到全地的时候 整个圣灵浇灌在全地的时候 他说人人必以敬畏 耶和华为乐 行审判 他也就是说 基督这个范本 行审判 不凭眼见 断是非 也不凭耳闻 他就要公义审判穷人 以郑主判断 世上的谦卑人 他的口中的杖 要击打世界 以嘴中的气 杀戮二人 公义要成为他的腰带 信实 要成为他卸下的带子 他说 按手在杜舌的穴上 在我的圣山的偏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荣耀 的知识 已经要偏满全地 就好像水充满 洋海一般 所以我们 西所读的 也就是要恢复 这个 我们恢复 整个地上这个情景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完全应验 只有弥赛亚国 完全降临的时候 才会应验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耶和华的山 是全世界 最高的山 如果以后我们 再看这个 七印 七号 跟七晚的时候 我们知道 每一个最后 七印 七号 跟七晚的时候 都是全世界 最大地震 而最后七晚的是 自古以来 没有这么大的地震 而这个最大的地震 以后我们会看到 就是全地的高山 都要变成平地 那个时候 全世界 整个的版图 都要完全被改变 而耶路撒冷将会全世界 最高的地方 就好像 以赛亚书二章 二章二节所讲的 他说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必要树立 超乎祝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流归 这个山 他说 必有许多的民 要前往说 来啊 我们要登 耶和华的山 登雅各 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 教顺他们 他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顺回 要从西安而来 他的话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 然后那个时候 他必在列国中 施行审判 为许多的国民 断动是非 今天整个的国际 国一国之间 争战再也没有了 他们要把刀打为篱头 把枪打为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所以因此 我们知道 有些人把这个 东北更新的景 看为将来没有战事 的问题 可是我相信 这两个是可以用 质疑 也可以 从这两方面 来了解的 换句话 世界再也没有战争 我们知道现在全球 要进入第三世界大战 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 最盼望的 就好像 犹太人 上帝让他们 在 因为他们的悲念 他们经历了许多的患难 他们最经历 最大的患难 就是战争 所以呢 他跟我们华人不一样 我们华人 意见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讲你吃饱了没有 因为华人 是比较多 是怕被饥饿 可是犹太人 最怕的就是战争 所以呢 他见面的时候 叫沙龙 就是平安的意思 所以那个也就是 弥赛亚国度 特征里面 最后的 也就是诗篇 133篇 一节到三节里面 这个理想的国度里面 他说 看那弟兄 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留到 胡须 又留到他的意境 又好比 黑门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最后 给我们看见的 在整个生命的状况里面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把 我们不要把弥赛亚国 跟这个新天新地混淆了 今天很多人 把这两个 就看为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知道 从哥林多前书 当然也还有很多 所谓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给我们看见 最后要解解 静默了 所毁灭的抽屉 就是死 其实 弥赛亚国度 还没有完全解解 这个死的问题 要等到 弥赛亚国千七年 一千年过了后 魔鬼战士被释放的时候 再次迷惑 从先世年出来的人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 数不过来的人 跟随魔鬼 那个时候 才是最后的火虫天降 然后完全把他们丢到 这个火壶里面 然后新天新地 才开始 所以呢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二十四节 在那里 我们中文翻译版 保罗翻译版 再后 其实过了 这个一千年的时间 所以换句话 在言文里面 告诉我们 过了这一段的时间 因为 保罗在那边 所要讲的是 两个复活的秩序 一个是千七年来 之前 还没有到之前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第一次的复活 是有福了 然后第二次复活 是在千七年之后 他说 在第一次复活的人 有福了 所以 保罗说的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 持续复活 而持续所的国子是基督 而在他以后来的 就是在千七年 没有到了 属基督 我们先要复活 可是要再过一段日期 就是在这个千七年 基督要将一切的 自政掌权的 有能的都毁灭了 而把这个国交给福 那个时候 我们才进入这个新天 新地 我们以下快快来看 我们有三个应用的 属灵的原则 第一 只有在基督的国度里 社会才有可能 有完全实现正义 道德责任和爱心 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人 信不过他们的政治家 政治的腐败 如果我们要靠我们 现在的政府 给我们带来社会的公益 带来社会的正义 道德责任和关怀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事 唯有耶稣基督 这也是以赛亚书 九章所议员的 他讲他是 他是讲到他 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世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和平安 必加征无穷 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兼地募固 从今至到永远 所以我们的盼望 只有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这个地上 才有借对 有这个社会的公益而远 第二 地上的领域 必须跟天上的领域来对齐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主导文 我们常常做这样的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这种的对齐 只有这样的对齐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同样的 当神的国来到我们 虽然基督还没有建立 他的千禧年在地上 可是呢 他可以在我们所影响的范围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度的影响力 带来到我们现在 我们的职场 我们所经营的范围里面 最后 我们要知道主所赐的永生 必带来 合一 和谐 爱神 爱人的 生活 所以 悔改是很重要的 悔改 就是对齐的意思 而悔改 是向着神的意思 来悔改 不是世俗的 世俗的忧愁 因为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可是 以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的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 就是爱 我们 今天在我们的小组的讨论里面 让我们从高度 深度和宽度 来思考 这个弥赛亚国度里面的 这个特征 跟我们 今天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面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帮助我们 活出基督 高举基督 愿他的国 降临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 同心和一的来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知道 你已经给我们了 这个祸婆的盼望 给我们知道 我们有了这个盼望 就不至于羞耻 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 赤身露体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要穿上 这个复活的身体 虽然在千世年国度里面 还有一般人 主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个预备好 能够在第一次 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背体的时候 我们是有份的 求你也帮助我们 来更加的明白 在旧约圣经 圣经里面 提到很多关于 弥赛亚国度里面的 课证的时候 主啊 你从这些宝贵的真理里面 你让我们学习 给我们明白 神对以色列 整个的 这个 这个业 的应验 将会全面的 应验 降临在地上 我们求你的国 降临 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每一个 听见上帝的道 有其遵行的人 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名 祈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